哈喽 大家好 Rev1です 穹族堡利基山 狗看Battle 这一支西枝界王神 终于等到他的狗看觉醒了 哇 觉醒过后真的是相当的不错 首先队长技 神赤猿类别的小队长 气力加势 雪光防 100 把他up 然后必杀技码也是有稍微改进 原本只是增加攻击罢了 现在连防疫也把他给加入进去 这样的话就让他更加的耐打 毕竟是普渡角色 耐打最重要了 一回合攻防大幅提升 nice 50%的提升真的是很有用 再来嘛 被动 自身的攻防 100% up 然后受到攻击的那一个回合中 全属性攻击防御 哇 真的是耐打 非常的耐打去了 最后最重点了他的本身 神赤猿类别的魔防权猿 攻防 40% up 然后会心发动力 10% up 这个马会心发动力原本是只增加7% 罢了 现在多看觉醒之后就给他提到10% 变成到 在整个队伍内 会非常的好用啊 接着就来说一下这个神赤猿类别 他的普助角色最近冒出来有点多啊 而且都相当的强力 最近这三四个月内就 这三只 像这一只 Vados 就跟着那个 Kevlar一起出来 最高上限可以 support 到 80%的加成 像搭配比如说 Sama 的话 最高可以帮他提升到 60%的攻防 哇真的是猛到不要的 然后这一只 Toppo 上个月刚刚极限 Zek觉醒之后 也是非常的猛 气力加1 然后攻防 40% up 还可以降敌方全体的防御力 然后 血量 70%以下的时候还可以减上 40% 真的是 现在的普助 不只要能普助还要能打 能防御 真的是强 然后剩下的都是比较旧一些的普助 像这只 Gowaz 就是 神赤源内非常强力的普助角色 防御力真的是加成非常高 然后 这一轮嘛 我想把这些普助角色都摆出来 所以 只有两个攻击角色 都是Vados 然后我本身就没有抽到这只提数的 所以就没办法 就让这一只 Gowaz 来代替一下 至少有120%的队长技啦 队长加成 还不错 这一只十字界王神其实它的普助也是很猛一些 虽然说只有攻防只有30% up 不过 彗星的发动力有12% 这一点真的是很好 而且它还可以超高确立再发动 所以 不过可惜这只是只有在那个 Heroes的卡机内才能抽到 所以就等它复刻啦 相当值得拥有 OK 那么这一次就来打一下这个 神赤猿类别的超级战斗之路 Go 好有的这个 提鼠 比如Sama啦 很猛一下 开个山路啊 OK 有点麻烦 一开始出场的全都是普通的射 好吧好吧 反正都是有毁避能力的 还是要开一个快速龙 比较安全一点 首先Badoss就先把這個砂灘封掉 接著就再封誰好嘞 封這一個 再來就封這一個 一隻一隻的封下去 然後就等在過渡等Badoss登場了 不過這一回合大概也是沒有什麼傷害了 OK Nice 然後這些普渡角色 像這些本身的能力加成不高的 就有非常高的迴避性能 打底都有高確率啊 像我沒有的那隻Wisp的話 就超高確率那隻隸屬的 在三月份跟著Busama一起出來了 哇 今年真的是 這一年 今年2020 神刺猿類別的普渡角色就多了四隻 真強的四隻啊 真的是太誇張了有沒有 很猛啊 真的是猛到沒有 OK 這樣真是開打了 所以我們先切這邊 再來馬就 嗯 打這個好了 不要被剋 沒有被剋 那邊 最後Busama就跟著打 這裡 OK Let's go 好 欸 攻防大附的 388萬有沒有 超猛的 而且這隻C之界王神嘛 它的連結跟這隻Busama 還算不錯 相信還是相當好的 伏斜器 神之刺炎 然後 精益的速度以及超級戰 都可以連得到 至少打底有連到四個連結 相當nice的 然後這隻 其實界王神本身攻擊力也相當的高啊 哈哈 太棒了 OK 196萬 畢竟它也是 這隻技術的Busama 也是需要被打到才會強啊 沒辦法 攻擊力上不來 嗯 OK 好 這邊就這樣子 看一下 哇 OK 防禦力好高 13萬 呵呵 這樣的話 TOPO讓它去擋一下 好了 去擋一下傷害 欸 欸 OK 雙命技能 雙命技能 然後就 強打 這隻TOPO 傷害也是相當不錯的 哈哈 畢竟是 極限ZACK了嘛 威力還是有的 OK 高確率 哇 這一下被打到就相當痛 畢竟快速龍已經沒有了 不過打到這個地步來說 快速龍有沒有 好像也 還OK 只是後面這一個TOPO的話 會 有一點危險就是了 哇 哇 傷害有點高 哈哈哈 nice OK 就是SUM啦 OK 這樣就在這邊就把這個 嗯 把這個打掉好了 畢竟 只有它沒有被封印技能 哈哈 就是SUM啦肯定可以秒掉它 然後再來就切這一隻 就打這種啦 可以克屬的這樣打過去 補助角色 也是有一片天的 哈哈哈 非常的猛 550萬 才第二輪罵了 就550萬的傷害 這隻比特SUM啦 現在 這樣補助下來 超級猛 然後這邊 這兩位補助角色 都是能夠給 彗星加成的 所以 就更加強了 太猛了啦 誇張耶 你看 又在封印技能 哈哈哈 OK nice 來稍微看一下 比如SUM有11萬的防疫 這樣就可以輕鬆度過了 這邊就這麼打 繼續封印技能 就封到它死為止啦 就這麼簡單 OK 哇 300萬 nice 哇 這隻如果可以踩行 這隻比特SUM啦的話 攻擊力 欸 350萬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吧 不過可惜 已經是極限在過了 沒得再增強了 不過已經夠強了 夠強了 可以了可以了 再強下去 就 就破表了 哈哈哈 欸 這一邊 開不到招嗎 欸 可以 不過 比特SUM也是 沒得撐了啦 有效果了 570萬 哈哈 咚 SAYONNA 死了 哇 真的是 太爽了有沒有 超猛 欸 不過這個 Docant World 相當危險 感覺要快要開到了 OK 這一邊的話 我就覺得開個Wisp 會比較保險一點 畢竟 太多隻了 被必殺砸到 真的是受不了 嗯 這樣的話 稍微拖一下它的 這個 這裡邊就封掉 烏太斗 OK 這個 為了不要讓Docant World 跑太快 最後再封這個龜仙人 龜仙人 不要啦 還是把這隻給封掉比較好 畢竟它對那隻另外一方 提數的Buse 它們會有一點威脅啊 OK OK 到咧到咧 到咧到咧 喔 330萬 哈哈哈 好猛 連擊吧 欸 沒有 可惜了 開到兩路的話 連擊可以稍微再點上來一點 OK 不過 那個Buse 這個 喔 來了 高確率 爽啦 哇 這個聖刺眼的普通角色真的是好猛喔 打起來 爽 兩位主戰力真的是太強了 OK 還有還有 沒有問題 嗯 這邊的話就 K掉它吧 再來就 嗯 噔噔 打這個好了 那隻五天老師就 流去最後一回合 敲克蘇的 敲克蘇的 最後嘛 最後嘛 再把這個五泰斗給封印好了 想一下 有沒有其他選擇 OK啦 就這樣子啦 我相信 烏克蘇的很大的機力 可以 幹掉那個 賀先人 算起來的話 這個聖刺眼的普通角色有 呃 算一下啊 Vardos可以封技 Gowaz可以封技 還有誰咬啊 我的隊員 應該剩下的都 都沒得封技了吧 噢 還有那隻 十職界王神也是可以封印技能 哇 三名可以封印技能 打戰鬥之路真的是超輕鬆的 只要不讓他們開招就很好打了 呃 這邊嘛 稍微考慮一下 OK 要省一點 要省一點 呵呵 相當的痛 不過 十萬的防禦力 沒有 開一個這個蛇脊 30% 可以降30% 比較好一點 然後就 繼續的封印技能 這個就選擇這一邊 然後打這一個 飛 漂亮 好 噢 噢 噢 三百五十萬 怎麼回事 好猛耶 OK 非常的猙快 噢 噢 噢 這隻隸屬的 是孫巫犯 我相信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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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他一波 哈哈 充他一波 一定是可以的 OK 就這樣子 Let's go 希望這一輪 希望這一輪可以把 噢 噢 痛痛痛痛痛 噢 OK 防禦力 哈哈 被打一下就行了 防禦力就上來了 都忘了這隻 就是沙媽的特性了 差一點 噢 他差了一下 好可惜喔 不要光是我都看不要浪費在這邊喔 雖然說只是要來試試看一下這個 普助強隊的感覺 開東西 暴擊吧 啊 沒有 噢 真的是要浪費 算了啦 那我們浪費就浪費吧 沒啥好說的 肯定是要開掉的 那就隨便吧 隨便吧 無所謂的 把血給補完就好了 無所謂的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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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在第一關的時候 忘記注意 控制這個 Lokhan的點數 Lokhan的點數 再加上 因為大多數都是普助角色的關係 攻擊力沒有到非常的高啊 就打得有點慢 不知不覺 Dokhan mode就很高了 OK 最後一回合 這個就先來個WIS 保險起見 保險牌都是這麼打 哈哈哈 嗯 先把腳趾給打掉好了 腳趾 再來馬丘 天賞 最後的話 打克林 OK 就這樣簡單 有WIS 40%的減傷 基本上是扛得住了 我七孔炮一來就這樣子 一來就宏大 有沒有搞錯 真的是很怕 我們這個四名地球人 太痛了 可能說 神刺眼裡面 強角很多 也不能說完全就 很害怕這些 其實是 如果把那個 強力的角色一次過 全部擺上來 還算是容易打的 這個關卡 可是問題是現在 都是普助角色 能打的就那兩個 真的是有點害怕 因為打的會比較慢 所以 受到的傷害太多 真的是很恐怖 可是 普助角色的能力 又相當的不錯 好矛盾 欸 就是什麼 小罷了 都還沒用到 開個5點 防禦力 15萬的防禦力 夠了 應該是可以壓著對面打 幫他把這個角色給清掉 最後 封印 Yamucha 再來 天賞也是跟他封掉好的 安全牌 安全牌 輕鬆地扛下來 一閃 不然這邊沒有人可以刻住這個六三馬 所以才OK OK 輕鬆解決角色 到哪哪哪哪 五十八萬 啊OK啦 好 天賞 天賞沒有必殺技就不用怕了 嗯 喔 十九萬的防禦力 應該是不需要開 不需要開道具的 直接衝克林 衝他一波 這邊的話 欸 照樣是讓他打 讓他打天晶飯比較安全 巨系封印天晶飯嗎 考慮一下 OK 沒有什麼克屬的 其實有啦 就是克林會克到那個Vardos 不過整體來說都是相當的安全 沒什麼好怕 要四百萬 啊 這邊少了一個攻擊補助 有點可惜 Goras只加防禦力 可是他的防禦力加到夠飽 OK 一百三十七五萬 算是相當冷門的 現在真的是 補助角色 不只要能補助啊 本身的戰鬥力都要有啊 現在的環境 看來 這一次 要新出的十關的戰鬥之路 應該會相當的困難了 哇 畢竟強力的角色一直出 有點擔心會打不過 哇 嗯 這邊的話就要再開頭的快速龍 快速的打過去吧 先把克林給解決掉嗎 都OK 都OK 這樣的話就打克林好了 然後這邊要封印克林 要不然給克林敲一個大的話 應該是直接升天的 保險最重要 要三百五十萬 沒有爆擊 太可惜了 差了一點 差了一點 這個 Vardos的必殺動畫其實蠻有趣的 他的那個破壞玉 那個破壞玉 那個破壞玉嗎 繞了兩個環境對著地方打 好像彈幕遊戲的感覺 相當的有趣啊 OK Misuma會被開打先啊 喔 這個有點危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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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還OK 不過他肯定是打羊架的 不用看的 最後繼續 同樣是天使 天使吧 這個是畢竟 一定要把他的技能給分掉 不然痛 550萬 OK 爆擊沒有出來 來 兩名這邊 嗯 這個 十隻劫王神 10% 再加上 十隻劫王神 12% 就22%了咧 再加上 Misuma 本身自己 他好像是點了 20連擊 跟 10點的 哇 將近50%的 會心都觸發不了 有夠水的 是嗎 看你一下喔 真的是 10% 這邊就有20%了 再加上 這兩位 應該是可以達到 OK 這邊就 簡單點 就這樣子 應該是可以度過的 不用開刀子的 然後 Yamuqia就教我做人 欸 沒有 沒有被教做人 可以 三百萬 共你死了吧 哇 把他給幹掉吧 差了一點 就是不捨得先死 欸 竟然是最後一集了 欸 不要啦 被克服 有沒有打算是讓 十隻劫王神來收尾的 不過 算了 還是 老老實實的 讓Misuma來收尾好了 570萬 Sayuna啦 結束啦 喔 真的是 雖然說 打起來速度會比較慢 全部都是普助角色的話 嗯 不過 還是很爽的 哈哈 真的是蠻有趣的 OK 花了多久 欸 速度也是蠻快的嘛 19分鐘就解決了 還破了我以前的紀錄印 OKOKOK 不過這個 普助角色夠多 真的是 好用啦 不過這個是在 現在這種 舊版的 神刺員的 戰鬥之路 還算是玩得起 可是去打到 超場館的話 這樣子的隊伍 絕對是危險的 所以就是 要折衷選擇啦 4名主力 再加上 3名的 普助 這樣是會比較合適 OK 那麼這一次的視頻 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またねー